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齐鸣啊 我那天 对不起 我没听错吧 齐鸣刚刚说对不起三个字 各位法医部的老师们 我来兑现我的承诺了 老张小厨 上次去河川县的时候不是说了吗 想请大家一起吃个饭 你什么时候说过 说没说过不重要 就今天啊 多别推辞 我还是不太习惯在外面吃饭 我先走了 齐 齐鸣 那也行 偶尔可以例外一次嘛 走 走 来 先喝点水 老张啊 老样子 我还是要花椒鱼吃点 好嘞 快快拿 我也要花椒鱼吃 师傅 你呢 你要 我要浓汤牛肉果 我要一点荤腥都没有 一点荤腥都不要吗 对了 老板这个麻烦您用开水帮我消毒 谢谢 谢谢 是不是要在开水里住五分钟 不用五分钟 两分钟就行 那你要不要去厚厨看一下消毒的过程啊 可以吗 那最后 老张 他这人就这样 你不用管他 对了 年轻人 要活得坚强一点 他是说我脆弱的意思吗 齐鸣啊 我那天 对不起 我没听错吧 齐鸣刚刚说对不起三个字 其实是我没做好 多亏你了 彪哥 我知道了 所以就没人接受我道歉了 你是不是傻 你听不明白大家意思吗 没人怪你啊 你又给缓缓打抱不平 又替齐鸣出头 这不是挺好的吗 所以是你建议大家一起吃饭的 这个情况就比较复杂 是挺复杂的 所以咱们以后两个部门就 更加亲密的来吧 来来来 更加亲密 来 来 干杯 干杯 干杯